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是星期二的我要做厨唇 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拔丝香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试 今天不做些煎炸东西 会做一个虾胶酿茄子 首先准备材料 现在就清洗了茄子 接着就会刮皮去 不过我就不会全部皮都刮完 会间住间住去刮 用这个方法去刮皮 茄子煮的时候会更加容易入味 现在批好皮就会拿去切片 打斜大约45度左右 切片 用打斜的方法去切 环切面会大些 这样就会放多些虾胶在面 现在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着呢 现在会准备虾胶 现在洗净虾先 现在会将它切掉头 然后将它剥渴 那剥完渴之后呢 就会在后面割刀 将虾胶捞出来的 就是这条虾肠 就是这条虾肠了 接着呢 接着呢 就会将它切成虾胶 切到现在这样呢 就差不多了 跟着呢 现在先做一点甜味料先 6份1茶匙的盐 小小胡椒粉 1茶匙的生粉 1茶匙的生粉 还有少许的麻油 然后把全部的甜味料拌均匀 现在可以先将茄子铺平在碟面上 接着可以直接在茄子上让虾胶上去 然后在虾胶上搅拌一些生粉 全部上面都搅满生粉 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接着现在先切些葱粒 最后放上去做装饰 现在烧一只锅下油 首先煎熟虾胶那边 用慢火煎到的金黄色 用慢火大约煎5分钟 煎熟虾胶 煎的时候可以准备酱汁 1茶匙面豉酱 1茶匙面豉酱 1茶匙糖 1茶匙糖 1茶匙胡椒粉 1茶匙油 2茶匙糖 2茶匙煎熟虱 1茶匙煎熟 2茶匙铺 吃酱汤 3茶匙铺 7茶匙煎熟 風 1茶匙 然後放一點蔥花做裝飾 現在就可以上碟了 最後在上面加上少許芝麻就搞定了 這個熱辣辣香噴噴的蝦膠養茄子就搞定了 煮起來也非常容易 最重要是不用油炸不會熱氣 很適合星期六吃得太飽太濟的朋友 你們今晚快點嘗嘗這個菜 大家看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Like我的IG和Facebook 我們下條片星期四見 拜拜